超商買的飯糰回家發現 海苔底下有大面積發霉 民眾氣得PO文控訴 網友發文說自己四月十號早上八點 在這間超商購買三個御飯糰 正準備與小朋友一同享用 沒想到才剛咬下去 覺得口感不太對勁 拿出來仔細一看 包在海苔裡的飯竟然早就發霉 檢查有效日期已經過起八天 當然心情會不好啊 對所以可能就想說 那要跟對方反映一下這樣 文章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有人說如果都過期 小孩還吃下肚是有些不妥 不會有網友對此質疑 會不會其實是自己搞錯 對此超商回應 門市內鮮實都是採用智能標籤 每天都會盤點檢查到期日 確保沒有過期 事後這名理性網友也發文 陳青表示可能是自己搞錯了 就魯莽發文 從而到尾只是一場烏龍 但超商的聲譽 恐怕也因此受影響 而對此業者也不願再多做回應 3日新聞實名企業新庭桃園採訪報道 4日遊 3日遊 5日遊 4日遊